可以注意要怎麼把它啟動 你可以在模組裡面啟動表單 然後Home.Show 再產生一個對應的按鈕 按下它 那這個Home就會被 就是這個表單 就會被啟動起來 被啟動起來 OK 啟動之後的話 不過 是有啟動的 不過 還差幾個地方就完成 第一個 當我啟動的時候我希望有個下拉清單 那怎麼樣加下拉清單 其實特別注意 第一個 下拉清單一樣在Visual Base裡面 那我們一樣是到那個表單打開來 那特別注意什麼時候 把清單放進去 記得在表單空白處點兩下 它這邊會有一個事件叫Click 特別注意因為 VVA的設計其實是事件驅動 當什麼事情 去做什麼事 所以基本上不是Click 記得把它改一下 改成哪個事件 第一個 不是Click Click只是因為我希望跳到這個畫面 那我們是什麼時候會加這個清單 記得 選第一個 當它怎麼樣 被 Activate 就是當它被啟動的時候 所以記得 把那個程序 寫在這個 Activate的下面 你不要寫在Click 之前有同學寫在Click 發現奇怪 點它一下 清單才加進去 那好像不太對吧 應該是當這個表單被啟動 所以你當Home點Show 它Show的時候 會有個啟動表單 所以你把程式寫 寫裡面寫什麼 又把什麼 清單 特別注意 這個東西 加到哪裡呢 加到這裡面 這個 這個東西叫什麼 所以特別注意 請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將來你會用到這個東西 請你把它取個名稱 它預設叫 COMBO BUS 1 不會有額太長 乾脆 我習慣把它縮寫 CB 就是簡稱CB 01 第一個 OK 然後 這個按鈕的話 我也習慣把它改一個名稱 因為它 這個按鈕 按下它叫 Command Button 1 有點太長 一般 簡稱也叫 B 叫什麼 BT N好了 Button 01好了 類似像這樣名稱 OK 那就取一下 名稱 讓它比較短一些 看起來會比較 將來你在那個撰寫程式 也不需要那麼長 那 記得就是在表單點兩下 它會跳出 Click把它改成Elevate 那程式寫哪一些 當表單啟動的時候 新增東西到那個什麼 CB01 CB01有個方法叫 Add Item 新增項目 那 程式撰寫的話 其實當然你可以這樣 CB01 電 有個Add Item 那裡面的話呢 你就可以輸入什麼 請請選舉項目 第一個 業務 還有很多個 所以你可以 這個好幾個 所以我乾脆直接用這邊 複製比較快 因為這邊 已經有寫好 這個 OK 所以這幾個 Add Item 請請選擇 業務 等等有這項目 所以我把這個部分的話 貼到這裡 那這樣的話 OK 做完了 那做完之後 請你把它再執行看看 就是Add Item 當什麼時候 當它被 Activate的時候 啟動看看 有沒有 就出來了 業務 有沒有 然後 才業別 等等的 這個時候是什麼 點它兩下 在這邊 Add Item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可是我現在 當然按下按鈕 不會有動作 所以請記住 當我按下 確定的時候要做什麼 裡面當然是Click 不過這個事件不用變更 因為 當我按下它 它就Click 是沒錯 當我Click它 它就要做什麼 先判斷一下 它到底是選擇業務 還是選擇產業別 還是選擇其中一個 所以這個地方需要多重判斷 判斷什麼 它到底選哪一個 所以這個前面有講過 有個所謂的多重判斷 那程式在這裡 Click這個 BTNE Click 這個多重判斷 把它Ctrl C 一下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這邊直接用這一段 那這邊多重判斷裡面做什麼 如果CB01 指的就是 這個裡面的東西 它選的業務的話 那我做什麼 then 因為剛剛有做了一個什麼 就是那個 共用程序 OK 那你就可以講 call P字篩選 傳A 傳3 第二個 else if 因為是多重 所以 第一個可能性 就是 就是 就是